我是金伟 从事这个行业23年了 就是喜欢 我09年有一次 接触了一个国外网站 然后我看到了巴拉亚局 一年就开始专心做颜色 我就是发了疯的做颜色 我的很多徒弟 他们都看不懂我那个状态 只要是现场没有客人剪了 我基本上都是在后面调配间 而且我喜欢做测试 我不喜欢是用法术 我喜欢是在客人头上直接剪下来 而且我是测试的时候 这么一大把测试 然后全部这个一排掉盘 全部是我们掉的那个头发 然后我就开始把老外的那种巴拉亚局 我开始提倩 我通过这些客人 我投放了我的Instagram 开始有很多的日本人关注我 就包括最早的有一位日本发行师 他也是做巴拉亚局的 我们会私下有点沟通 我记得很清楚的 他说建卫老师能不能把你的照片发给我 我要做我们两个人的招生 去了以后 第一场我们的紫色洗发水 忘记在酒店里面 那么酒店跟我们做前置工作的浴瓢工作的 那个理发店又离得很远 那没有紫色洗发水了对不对 那么我就去拿了他们理发店的那个 紫色洗发水 用好了以后我去测试了 测试好了以后感觉还可以对不对 那么我就拿着这个背包直接 倒在他的头发上面去 一到了以后我发觉 不对啊 他怎么会有一点点偏蓝 我一瓢了以后这个头发是变成很淡的天空蓝色 这个是你开课 而且你是在日本的第一场 但是我的开场牌到操作 没有一个日本人兴奋的 下面的学生 那我在想 既然已经是天空蓝了 对不对 好 你们也没有什么反应 对吧 那我好 好可以 没问题 来 我说你们都上 因为冲嘴了 我叫他们全部上 我说我给大家讲一个很神奇的蓝发操作 然后我挤了一点橘色 然后加了一点点酥油 搅拌均匀了以后 我加了大概120克的洗发水 我拳头倒在他的头发尾 敷了一下 那个蓝瞬间消失了 那个点的时候 全场鼓掌 然后作品出来了以后 我们不是到楼下去拍的玩 全部的人全部都下去拍的 然后分享了一些我们的拍照 对于掌光这些拍照 拍颜色到底是什么 然后就在日本过去 马来西亚 新加坡 台湾 香港 日本 那很奇怪的是韩国开始 现在已经切入芭拉雅菌 就是他们有可能是从一个微潮社加大卷 开始转到那个流行趋势 因为我已经接到了好多好多韩国主办方的邀请 我们如果今年没有疫情的话 我们在国内的话 大概有可能两个月拍一次 或是三个月拍一次 基本上都是在海外 因为我是在海外走的 其实我们中国发行是有很多地方 是非常优秀的 优秀到是什么程度 很多的设计理念 就包括到最后的展示 它是有可能比国外的水平还要高 但是我们缺的是什么 我们缺的就是我们都是在模仿 那么会导致到是什么呢 我们中国美业对很多发型的创新理解 就会稍微薄弱一点 但是模仿力会很强 这个是我们中国不管是从制造业 还是从任何方面 还是时间吧 我觉得未来可能是能走得出去的 然后被全亚洲的发行师去认可我们中国美业 我们下集中的内容 也就会给大家看 不要紧张 我们下集中订阅 你们之后 我们下集中就会给大家λα paint 我们下集中的成本